马里乌波尔街头枪声大作 俄军包围强攻 持续与乌军激烈交火 俄军宣称在马里乌波尔 已经有将近1500名乌军士兵投降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坦言 情况并不乐观 就在这时候俄罗斯发出最后通牒 对马里乌波尔的乌克兰部队喊话 台湾时间周日上午11点到下午6点之间 只要放下武器投降就饶一命 其他东部和南部城市 俄军空袭也没停 哈尔科夫这间慈善厨房 周六被炸成废墟 俄罗斯宣称他们在南部奥德萨 设下一架运送西方军武的运输机 不过这个消息还没经过证实 同一时间拜登最新8亿美元军援 已经有一部分抵达乌克兰 乌克兰军官普文说这位俄军第八军团副司令的遗体 已经送回圣彼得堡埋葬 这也是开战以来第八位在乌克兰战死的俄罗斯将军 TVS新闻众后报导 美国CNN报道莫斯科号召集成是数十年来俄国海军最重大的挫败 这实是因乌克兰反舰飞弹击中所导致 打脸俄罗斯说法 而舰上510名的官兵一度传出只有50人或只有450人下落不明 只是俄罗斯国防部如今释出这段影片 俄罗斯海军总司令叶夫梅诺夫和另外两名军官 站在阅兵场上较约100名水手 他们声称水手隶属于莫斯科号 强调该舰的官兵都会继续服役 只是排摄日期俄罗斯国防部没有提及 具体上亡状况及沉船原因依然沉迷 莫斯科号是黑海舰队战斗主力 普京2014年还曾经请子登上宣扬国威 财经杂志不比试 乌克兰版估计俄军因此损失7.5亿美元 另有专家指出 以俄军现在衰败的状况 可能无力负担行军舰的费用 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乌克兰摧毁超过5000舰的俄国军费 恐怕普京也死掉危机 TVB的新闻上面这红亭泰报导 诚恳地对着英国首相强声喊话 他是乌克兰亲俄领袖梅德韦秋克的妻子 出面希望将他丈夫和俄军手中的英国籍战俘做交换 美德韦秋克在逃往俄罗斯的时候遭到逮捕 由于梅德韦秋克和普京关系密切 总的司机也喊话打算用他交换 目前被俄军俘虏的乌克兰人 称已经准备好要交换梅德韦秋克 不过在记者会上 梅德韦秋克的妻子可是指控基辅当局 殴打他的老公 64岁的梅德韦秋克其实去年因涉嫌叛国 遭到乌克兰当局调查后就被软禁在住所 他是普京的好友 同时也是普京女儿的干霸 而他名下的资产也很惊人 据华盛顿邮报指出 梅德韦秋克是乌克兰最富有的人之一 2021年的净资产更高达6.2亿美金 目前乌克兰已经扣腰他的资产 就让家人急坏了 先生要强身帮帮忙 就看俄罗斯是否会改变态度和泽伦斯基谈条件 TPBS新闻成又向真伟真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P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